彦彦 好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了就是說 這是一個導體 這個導體呢是一個圓柱體 那我们讲 假设在外面P点的时候 有一个lambda 那lambda就是light charge density 一个light charge 那它是跟这个圆柱体是平行的 那我就可以把这整个 这个导体呢 所对应在外面的potential 视为它是有一个 负lambda 的这个light charge 那它所在的位置 这个di呢 di的关系 跟 小d的关系 还有 这个圆柱 的半径 a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说di 它的大小应该是d分之a平方 ok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圆柱体啊 它是等电位的 那这个等电位呢 是 这个可以把它视为 在外面一点的电位的部分的话 它是d分之a平方 从这里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负lambda的light charge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知道的 那接着我们要看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说 基本上面 你这个是一个等电位的等位面 那接着我们要看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两个light charge 这个 的位置 是lambda 那这个位置呢 是负lambda ok 那我 我说 这个呢 你在外面一点 如果 我这个p点的部分 它的potential ok sy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我把这个 两个等电位 两个 富lambda跟正lambda呢 摆成这样子的话 那我把它的等位面画出来的话 这个等位面画出来的话 我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它其中一个等位面 也就是说 你这两个 限电和密度的分布 那你会有一连串的等位面 在这个分布 ok 在这边画的不是很好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所谓的 导体 导 导体的 那个导体的 岩柱体 它其是其中 它的一个等位面 这是我们 接着我们要证明的 的事情 那 好 那为了要证明 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直接 就很简单的 我们说 在这一点 p点 在p点的 它的potential 那 它的potential呢 基本上 你是可以把它写成 2pi 一九零分之 lambda log r2到r1 r2是这一点 r1是这一点 你是可以把它写出来的 那这个 基本上面 你是 不管你的 这个rp的部分 rp 我们说 你是v正 这个lambda 对一个reference point 你的电位是多少 再加上 r负 这个负lambda 给它的电位 对reference point 那你最后 你知道的话是 v正加v负 的结果 就是上面这个结果 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好 这个质疑的 那你现在 你看到的一个 啊 事实就是说 我现在在 xy平面上面 我说 这是x 轴 这是y轴 那在xy平面上面 ok 在这个xy平面上面的话 我所谓的等位 等位面 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的等位线啊 在哪里发生 就是这个质 是等于定值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定值 就是你的等位线 那它的值不同 当然你的等位的值 那个potential就会不同 那到底它的形状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 这个位置 到中心点的位置 全部都是v来讲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 r1的值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x-v 括号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那r2呢 是等于x加v 括号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所以你r2比r1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比资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比资 x加v 括号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和x-v 括号平方加y平方加开根号 ok 这个应该要等于k 你把它展开一下 全部把它展开来 x加v的平方加y平方 就等于k平方 x-v括号的平方加y平方 整理一下以后 把这个整理一下 我们会发现 k平方减1 然后x平方加y平方 再加上v平方减掉 k平方减1 k平方加1 的2xv 这个呢 是等于0 括号平方 你把这个式子把它整理 那整理了完了以后 我们把它配方一下 x-掉 k平方减1 k平方加1 b的平方 再加上y平方 它要等于k减1 k平方减1分之2k 然后b 括号的平方 那你们都知道 这一个方程式 是一个什么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所代表的是什么方程式 它的形状 高中数学 圆 对不对 圆 对不对 它的圆心在哪里 圆心的位置 是在 x等于k平方减1 k平方加1 和0 这是圆心 半径 半径呢 就等于k平方减1 2k 对不对 的圆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说 如果我们把圆心 当成是 这个 这少了一个b 把圆心呢 的位置 是等于c 就是k平方减1 k平方加1 b 那 我的半径呢 定义成a a是等于k平方减1 2kb 的绝对值 因为它 是有一个大 它的这个k平方减1 它可以小于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你这个东西啊 我把它画出来 很明白的画出来 画一下好了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 你的圆心要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个位置 它的要在c0 OK 这个位置 它的大小是c OK 那它的半径呢 是a 所以c平方是等于 a平方 再加上b平方 它有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你的b平方是在这边啊 a是它的半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半径是a 那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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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心 半径 你都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 这是你的等位 面在这个地方 那a会有不同 随着你的k值 你的a会不同 所以你就一连串的等位 面就出来了 那你了解吗 但是 等位 面 的 半径在哪里 等位 面的半径 跟它的 圆心的位置 跟 b的关系 b已经固定了哦 它之间有 的关系就是 c平方是等于 b平方 加a 这个关系 它一直严守着 ok 所以你们 啊 你们如果有带 课本的同学的话 在167页 却那一个的167页 好 却的167页 你就可以看到 你有一连串的等位 面 这等位 面每一个的 c值都不一样 然后a值都不一样 但是c平方 是等于b平方 加a平方 这个也是严守着 你说等位 一面是圆 啊 你说等位 一面是圆 是啊 等位 一圈不是一条线吗 是啊 线是这样子 sy平面 圆 对啊 你这个light charge 不是是这样子出来 这也是这样出来吗 你这是sy平面 啊 你的等位面 我应该讲 你的等位面 也是一个圆柱 在sy平面 就是圆 换句话说 你现在是什么 你是两根圆柱 那你把它切开来 横切面 它就是圆形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你整个去看的话 这些等位面 就是一个圆柱 对啊 哪一个平面 哪一个是平面 两个中间啊 Lamda跟Furanda 中间 Lamda跟Furanda Lamda之间 这个只是 你把它二分而已 它没有平面 这是我的坐标轴而已 我的系统就是 一个正Lamda 一个负Lamda 那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你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整个 你每一个等位面 都是这样子的 你这是横切面 就是圆 OK 那你的 这个等位面的 圆形在哪个位置 圆形的位置 就是 到达中心轴 这个两个Light Charge 中心的 轴的位置的话 是它的 圆形的位置是C 它这个等位面的半径 是A 那 这个Light Charge的位置 它一定遵守C平方 是等于B平方加A平方 OK 那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你已经要知道的 那接着 我们可以看到了 你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你的VP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2Pi 一向Lambda Log的R2比R1 那你把这个的结果 R2比R1的结果 放进来这里面的话 那 我们说R2比R1的 这个 我先把它放进来好了 2Pi 一向Lambda Log的 X加V 平方加Y平方开根号 X-V 括号平方加Y平方 好 那我现在我要求 我要求什么 电厂 你要求任何一点的电厂 那我说 电厂要怎么得到 你已经知道potential了 所以电厂 很简单的就是 户的轨点V 所以 我们说在I方向的话 户R1P R1X 在J方向的话 户的R1P R1Y 那我们就把它对它为分 对X为分 对X为分 在I方向 在Y方向 是对Y为分 那你这个一为出来 2Pi 一向Lambda 然后 我可以看到的是 这两个一定会到分母来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 2V 然后Y平方加V平方加-S平方 再减掉J的4V的XY 这是你为出来的结果 就为分应该不需要在这边做数据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电厂 你已经知道了 那这个电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说每一个电厂的切线方向 有问题吗 好 我现在已经知道电厂是这样子了 那我要把电厂的切线方向 把它球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现在你把电厂的切线方向 我们现在说 我电厂是那样子 那电厂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电厂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它是会在这中间 因为你电厂一定是跟等位面什么 垂直的 所以电厂的情况是怎样 基本上面你可以知道说 我电厂的形状一定是几乎是这样 对不对 那这个电厂 它基本上面 我们把它的切线方向 每一个的切线方向算出来的话 那也就是 divine dx 就变成 ey ex的值的话 我把 这个 s component跟y component 把它对应比一下 就变成负的 y平方加 v平方减 s平方分之2sy 就是它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sy不知道啊 我们要求它的equation出来的话 那你进一步去把它算一下 y平方加v平方减 s平方比y 就等负的2xy的dx 那我们把它配方一下 把s的y有关系的把它移到一边 dy 就等于是负的dx平方 那两边再加上 dy平方 把它放进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一放进来以后 左边的部分 右边的部分 就是负的s平方加y平方 那左边的部分呢 这边负的 y分之 y平方加s平方 再减掉 因为负号已经提到外面了 v平方的dy 为什么要这样做 目的就是要把它变数变化 现在这边已经有s平方加y平方这个变数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变数放进来 dx平方加y平方的 s平方加y平方 右边的积分就是log的s平方加y平方 先b平方 右边的积分也是log 然后你把你的不定积分log的copa放进来好了 那这边的copa是一个constant 所以你马上你看到是s平方加y平方减b平方 4等于ycopa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哪边有护号 边的 下面的地方 这里 上面 下面 你说这边没画 這裡 這邊沒負號,這邊已經負負消掉 你說哪裡 沒有啊 你這邊啊,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邊YY是消掉了一個 這邊有2YDY 負的 所以這邊一加的話就是負Y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這邊會有一個負Y底Y 這一項跟這一項合併是負Y底Y 把負號提到外面來 就負的,這邊正的 為什麼可以這樣畫 為什麼負底Y地方會變成負2Y的 哪一個地方 你說什麼 底Y平方 這個等於2YDY有什麼不對嗎 對啊,這不是就等於這個嗎 不應該有問題吧 不應該有問題吧 蛤 那你們沒問題吧 對啊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等於它 那等於它以後的話呢 你把它稍微移向一下 x平方 把這個Y的部分 配方一下 減掉 2分之K平方 YK把它移過來 這變負YK 那就變成V平方 再加上4分之K平方 這一樣是一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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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圓心啊 它在哪裡 0 2分之K平方 它的半徑呢 OK OK 半徑在哪裡 半徑在 根號 根號 是會印它的 或者是說 我直接 我用一個不同 粗的來表示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場線呢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這一個 只是圓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在底下 OK 這樣子的一個圓 它的圓心在哪裡 0 2分之K 半徑是它 K的不同 它就 它半徑不同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OK 你們如果有放 帶那個 課本的同學 你們會看到 就是說 這一個圓 某一個圓 底下的跟上面的 它其實是 可以變成一個圓 OK 蛤 蛤 那個圓的線代表 你說什麼 圓的線代表 什麼 場線 電場啊 這是電場 蛤 蛤 電場的大小 電場的大小 就是你的K值啊 每一個電場的大小 都不一樣 從一個圓 一個圓裡面 變成每一個電 對 它的點 電場的大小 不一樣 不是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 是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上面到下面 是不同的電場的 但是 你可以看到你的 這是我們電場出來的值 那這個值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場的值 你這個是你的K啊 XY 這個K是一個比例 就是你積分出來的 比例常數 它所對應的就是 這個的圓心的位置 在哪裡 就是你這個等 等場線 每一個電場的等場線 它的圓心的位置在哪 場 場 這是等位線 實線是等位線 這是場線 電場的場線 對 就是說 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是一個電場 電場的切線方向 我們剛剛在算的都是 每一個都是電場的切線方向 好 OK 所以 你現在你看到了 其實我們剛剛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的其中一個等位面 而這個等位面呢 你是可以用這個Light Charge來表示它 了解了嗎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換句話說 我們接著要探討的問題 你有一個 你有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 好 假設 我現在接下來要看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話 你現在你要了解就是說 你這個是兩個Light Charge 一陣一附 所對應的 它的等位面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Light Charge 當成是一個等位的導體 每一個等位的導體 每一個等位的導體都可以 把它當成是這個Light Charge來表示它 OK 但是它要符合C平方是等於V平方加A平方 那同樣的在這裡的場 這個電場的場線 每一個的電場的場線 它也是一個圓 那這個場線 那這個場線 這個圓的場線 它其實 它也有一個中心點 中心點的位置 是跟 在0K 那K到底都多大多少 關需到這個場線 好 你不一樣的場線的話 你可能 這個不一樣的 這個K值 那K值不一樣的話 你的 這個圓 圓的半徑也跟著不同 OK 好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你現在你已經知道說 一個Light Charge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Light Charge 其實是一個Imaginal Charge 那你可以代替 這一個Conduction的這個 這個Sylindric 好 那 這個部分的話呢 接著我們要問的部分是說 假設你現在有兩個 圓柱體 那這兩個圓柱體 都是導體 這是我們常常會碰到的 我說這是一個圓柱體 那它的半徑呢 是A1 那另外一個圓柱體呢 它的半徑呢 是A2 那假設這兩個圓柱體 它中心的距離 它中心的距離 是D 那我的問題 就很簡單的就是說 我要決定 這兩個圓柱體 所構成的這個系統呢 你看 它的 capacity 那 你要去決定這兩個 導體 這兩個都是導體 兩個刀 那你要去決定它的capacity的話 有一個部分就是 你必須要去算 它們之間的 電位差 對不對 因為你的C 是等於 Q over V 這兩個導體之間的電位差 那 你這個 C over V 因為你是light charge 那這上面帶的電荷是多少 到最後已經無關了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capacity 最後是跟它所帶的電位沒關係 跟它的這個什麼 它帶多少charge沒有關係 只跟它的形狀有關係而已 那這個形狀的話 就是第一個就是半徑 第二個就是兩個的距離 那因為你的長度不知道 所以我們說 這個capacity 是單位長度的capacity ok 那你要去計算 在整個計算過程當中 你要去知道 這兩個的電位差的部分的話 那 我們 第一件事情 我們說 它 已經講過了 它是可以用一個image charge來代表 ok 這個image charge呢 它的位置在這裡 ok 那它呢 我們看到的這個image charge 如果它是負的lambda的話 那它所在的位置 這個如果是di1 那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這一個charge 它的位置呢 是正的lambda的話 那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di2 這樣也沒問題吧 好 那這兩個light charge 就好像剛剛我們這兩個 lambda跟負lambda 那 lambda跟負lambda 他們之間 的關係 跟這個a1 的關係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 這個 的大小 它的 這是c 這是a 跟它這個light charge的b 之間是c平方等於a平方加b平方 所以如果我把這兩個light charge中間 分 分 分割下來 一半 那我說這個就是b 因為我們這邊是定義 這是b 那這也是b 那 我們這裡的c c是什麼 你的延心到你的 垂直平方線的距離 所以這是你的c 這是c1 ok 一樣的 這是c2 那有沒有問題 ok 好 c1 跟c2是不等的 因為di1 跟di2 是不等的 所以 你這邊有幾個關係是 第一個就是 c1平方 應該要等於 a1平方加b平方 然後c2平方 要等於 a2平方加b平方 然後c1 然後c1加c2 要等於 你所謂的 原來我們白色的是給你的條件 大d ok c1加c2是大d 那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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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1 是d分之a平方 d是從哪裡 從你的另外一個light charge到你的centre的部分 所以你的di1 是等於多少 di1 是等於 這一點 到這裡的位置 所以這一點是b加c1 b分之a平方 a1的平方 那di2呢 從這個位置來看它 di2的話呢 就是等於 這d是從到centre的位置 那一樣的 那一樣的 這是到centre的位置 它就是等於v加c2 然後分之a2平方 有沒有問題 ok 這些關係式 你都已經掌握住了 其實 當你掌握住這些關係式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計算一下 我這邊 我不再算 我們可以把它看到的話 就是c1 你算出來的話 是2d分之1 b平方加a1平方-a2平方 然後c2 也是2d d平方-a1平方 加a2平方 所以這些都知道以後 我們其實 任何一點的potential v 或者是我們把它直接寫成v2-v1 這等於2pi1 0分之lambda lock ok 我們可以看到 任何一點的potential 我們說 好 那 我可以看到了 它呢 基本上面是r方 那 ok 好 我恐怕我這樣會比較 這個快了一點 我把這個potential啊 先把它放到 這個圓柱面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把potential放到圓柱面的時候 我們在上一堂課已經講過說 你這一點的potential 這是兩個相似的三角形 對不對 這是r 這是ri ok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 這兩個相似三角形的話 r分之ri 它的比例就是 這裡的 這個d分之 d比a的部分 ok 所以我們基本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 我把它一個一個寫出來 我說 對v1而言 這上面的potential的字 這是r 這是ri 所以你的v1 是等於 2pi 一雄零 然後lambda 然後lug的 這個r分之ri 所以就等於2pi 一雄零 分之lambda r是等於 這兩個三四相小形 好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等於c1加b 分之a1 然後 然後同樣的道理 你把它 把這個點移到v2上面 2pi一雄零 負的lambda r分之ri 只是你把ri的位置 只是你把ri的位置把它放到這樣子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值是2pi一雄lambda c2加b分之a2 所以你把兩個potential把它相減 v2-v1的值 好 這是小於0的值 這是大於0的值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把它計算出來是2pi一雄零lambda a1 a2分之c1加b c1 c2加b 這是兩個 電位降 你已經知道了 所以電位降知道以後 你的capacitum你就知道了 換句話說 你的capacitum 就是等於lambda 單位 長度的capacitum per range 那你就是等於 就是lambda 除以v2-v1 那我們可以看到你的值 你把lambda 你把lambda除掉 2pi一雄零lambda c1加b c2加b a1 a1 a2 這是我的結果 這個結果還沒有結束 原因是什麼 c1不是我們已知的 c2也不是已知的 b也不是已知的 你必須要在這裡 你必須要在這裡把c1 c2 b這些要求出來 用這些關係式去求出來 ok ok 那你把他求出來的話 我們說我們可以得到的是 因為你di 這個你都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把他兩個 這兩個東西啊 我說c1加b di1 是等於a1平方 c2加b di2 是等於a2平方 所以 我現在已經有c1加b 跟c2加b 除以a1 a2 我就把它除一下 把它擺成是這樣子的形式 c1加b c2加b 那這邊是什麼 其他的都搬到左邊來 就變成a1 a2 到 di平方 di1 di2的平方 換句話說 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這個 好 這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那 你可以利用 這個值 如果我把它假設是x的話 我要把它求出來 我可以利用什麼 第一值是等於c1加c2 這個關係式 去把這個x值求出來 我說這個x值你會求出來 我把這個關係式給你們 你們回去自己求一下 因為它是數學已經無關物理了 c2加b 然後 然後 再加上 di1 c1加b 加上 di2 c2加b 然後 再加上 di1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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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capaciton 这一串东西啊 如果你去查一下的话 它其实就是跟hyperbolic container 是有关系的 D1A2分之D平方减 A1A2减A2A1 2π以上 这就是我们final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inal结果其实是很干净的 它不复杂 换句话说 它的capaciton是跟什么有关系 跟你两个导管的距离 跟你的A1A2的比值都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 这两个导管 两个研柱的导管 那它们之间就有一个电容存在 这电容大小就是这个大小 这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这完全是你用印象电荷你就可以算出来的 那你在课本上面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你现在这个是一个导体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导体 那你可以这样做 那我说 我现在把问题 再进一步 现在这个导体啊 和这个导体 这是两个导体 那我把 现在呢 小的是这个导体 这没错 然后呢 我把它放在 另外一个 里面 好漂亮一点好了 那你们特别上的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都是 斜线的部分都是导体 那一样的 这两个中间 这有中心点啊 这个中心点 到这个中心点 之间的距离 跟它一样是D 然后它是A1 那它是A2 那 这同样的道理 我要问 这个的potential 跟这个potential 差多少 你们不要苦笑 同样的概念 同样的概念 这一个 这一个 这都是 圆柱形的哦 这不是球 我们下一步还没有 球又另外一件事了哦 这是圆柱形才这样算 球的话就不 不是 DI就不是 D分之A平方哦 OK 球我们还没算 所以圆柱体台是这样 那你现在这个呢 很简单的 这个东西 你已经知道 我应该要把它什么 视为一个 line charge 对不对 啊这个line charge 嗯 他在line charge的位置 lambda 啊这里 第一件事情 你就想说 这个系统 我想要跟这个系统一样 视为两个line charge 那 我把我的中心线 我先画出来好了 那这中心线 其实 我是事先画出来的 但是 有没有问题 嗯 大圆的 大圆的怎样 其实是应该先把line charge的位置标示来以后 你才知道中心线在哪里 OK 但是 基本上我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希望跟他一样 我希望跟他一样 是变成一个正的line charge 跟一个负的line charge OK 换句话说 他 我就把它代替 另外一个line charge的位置 啊这个是lambda 然后中心线 你 你 ok 正的lambda是小的 啊 正的lambda是小的 正的lambda是小的 因为本来就是正的lambda 你在外面看他是负lambda 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用负lambda来表示 是 ok 所以同样的情况 ok 你现在的话 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一个lambda 就 类似的 跟这里一样的情况 这个 你为了要让他等电位 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个正一负 才会有 对 这一整电位 同样的情况 你以为是 这个是等电位啊 这个也要等电位啊 所以你一定有一正一负 ok 那你怎么知道 不是负的在那边整的 没关系 你假设错了 到最后lambda就是小于0了 ok 那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在另外一边 不是用负 对 你说在另外一边 对啊 那可以啊 你说你在另外一边 但是他 他来看他的时候 他是在这边啊 他 这个外面的lambda 来看他的时候 他是在这边啊 ok 所以 我要把这个东西 用他来代表 外面的这个东西 要用他来代表 他来看他的时候 他应该在这里啊 为什么不会在另外一边 为什么不会在另外一边 那你已经 我看他的时候 我看他的时候 他在这里了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啊 这个lambda 来看这个 导体的圆柱形 他的image charge 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跟他同向的 跟他同向的 所以 当我用外面这个 我外面这个导体 很大的一个导体 我用富lambda 来表示的时候 外面这个导体 来看他 他 他要把他 用这个image charge 来表示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这个位置 不会到这里来 那为什么外面 那个导体 不让他在那边 外面这个导体 的lambda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现在如果 外面这个导体 所有的 你的potential 要抗 constant 他自然而然 一定要在这里 ok 就是 你要 维持 他是constant 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当时在算的时候 都是希望 他是维持constant 对 同样的情况啊 你现在看到 这是一个constant 这是一个constant 对不对 我们说等外面啊 ok 这是一个等位面 这是一个等位面 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两个等位面 所对这个 这是两个面的面 中心啊 他的light charge 是在这里啊 他的image charge 在这里 不是在这边哦 那同样一样啊 怎么会不一样啊 怎么会不一样 你的image charge 你的image charge的位置 是在这里 是 你不是在这边哦 对啊 你不是在这边哦 对啊 没有问题吗 你不可能把它表示成这里啊 因为这两个位置的等位面 不会在这里啊 这是你的等位面的中心点啊 你的image charge在这里 对啊 那你如果你把这个位置 搬到这里啊 你的等位面在哪里 等位面是会在这里吗 不会啊 绝对不会啊 你把你的light charge 搬到这里来 你的等位面 不会是这里 所以 为什么我们刚刚 要你们熟悉这个图 每一个同学 你要知道的就是 为什么你的等位面的位置 这是你为什么要假设 这样子的一个 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对这个等位面的位置 跟你的image charge的位置 要有一点点 为什么我这个图 还没有擦掉 的原因在这里 这是你的image charge的位置 这是你的等位面中心的位置 换句话说 你的image charge是在 两个等位面中心的位置的中心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请举手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有人举手了 等一下我问一下 有问题的请举手 好 问题在哪里 大声一点 没关系到上面来讲 对 我还要看老师写那个数学诗子 我觉得这样讲到 数学诗子还没有出来 你要看数学诗子 没有先讲观念 你没有 你观念搞不懂的话 你数学诗子出来就错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观念不懂就是了 先假设的位置 有没有问题 这些假设的位置 你绝对不会是假设到这边来 因为这是你的等位面 因为你这里是所有的等位面 所以你的light charge在这里的话 你的image charge一定是在跟他同侧 所以你一定会假设在这里 你不会假设到这边来 他很了解吗 有问题吗 他有问题的请举手 好 这是一个conductor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圆好了 反正不管他多大的时候 你记住的是 他这是一个surface 你这个surface是 不管你是 这个surface一定是什么 一定等位面 OK 好 如果这个观念 没问题的时候 那接下来没什么了 跟他一样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D了 两个之间 我题目已经告诉你它是D 橘子色的通通通通是与支条件 B是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 我做了这个垂直平分线 然后我把它关割起来的B 好 那我现在我就知道了 我在这里的位置啊 这个就是D1 这是D1 OK 这个D1 我们说 在这里面的 这个C是什么 从哪里 从 圆心 这个圆柱体的圆心 到达你的垂直平分线 这个就是C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现在 你从 等位面的圆心 到你的垂直平分线 这个就是C1 OK 那然后呢 这里也有 从这里的圆心 到你的垂直平分线 这个就是C2 所以 好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C平方是等于 D平方加A平方啊 所以 C1平方 是等于A1平方 加上 D平方 好 同样的 C2平方 是等于A2平方 加上B2 然后D呢 是等于C1 减C2 唯一跟这边 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关系而已 位置不太一样了 因为你这边是被什么 挖空的 那同样的 你已经知道这个 你就去解 解它 我们说我们的 potential的部分 我把 v1-v2的结果 把它写出来 2π 在一样树 lambda log b加上 c1-a1 加上 b减掉 c2-a2 然后 b-c1-a1 然后b加上c2-a2 这是你的potential的结果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在你计算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c1c2算出来 c1的部分 就把b放进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c1是等于 2d分之1的 a2平方减a1平方减d平方 然后c2呢 自省2d分之1 a b平方加上a2平方减a1 你的v1v2出来出来以后 那这一大串 的东西啊 所以你把c1带进去 c2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大串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就是C1加V C2减V 然后 A1 A2 这是你的结果 所以V2 V1减V2 V2Pi1减0分之1的 这个Log C1加 这得出来 导体内部的电场 导体内部的电场 一定是0的 你现在这个是 我们所有的问题 只对外面而言 不去求里面 因为求里面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导体内部电场一定0 OK 当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 已经假了 在处理它的时候已经讲了 OK 你要得到这个关系4的时候 所以你这上面的potential全部要等外面 OK 内部电场是0 所有的potential都只对外部而言 因为你内部的电场 内部的电场 它一定是跟这外面的potential是一样的 它是等外面嘛 所以它里面是电场等一定的 所以我们不会把这样子的image charge放在这里来讨论 所以你刚刚画的那个电力线 因为到导体内部都就会禁键 没有到导体内部 如果 OK OK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light charge 对不对 来 这是一个light charge 对不对 这是不lambda 这是一个light charge 正lambda OK 所以你的等位线是从这里 这个电力线是这样子 对不对 等位线是这个 OK 那 假设你现在 这个是你的charge 就是你的conductor 这也是你的conductor 你电力线不会跑进来了 所以 你会看到是这样子 你的 那个电场 是这样子 你不要忘记哦 我们在上次讲 这个 它的image charge是什么 一圈 一圈 一圈的 对不对 同心圆 对不对 分布在这个surface上面 对不对 所以 你看到了是这样子的 场线 没有斜线的 里面 这个会有电 就是电场 我们现在就在算这里的potential 对啊 OK 它会有场线啊 它会有场线 你看到 你看 你如果去看课本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刚刚在黑板上画的 这是 fu lambda 这是正 lambda 对不对 我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圆 对不对 那 另外一个圆 如果 我的圆 半径不同的话 那可能是 这么大的一个 这是圆弧的一部分 很大 OK 这是它的场线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是 从这里 这里出发 跑到这里来 这样子的 OK 所以 然后 在 在外面看是这样 OK 然后这边呢 是从 这边跑过来 OK 它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这个 这个系统 不是 它的potential是 以它外面 都可以用 这两个 image charge来表示 但是 这个里面的 potential的话 我们已经跟它一样 一样了 它是等位面的 所以你不用直接去算它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 圆柱形的 到这边 圆柱形的image charge 你大概知道 怎么算的时候 这两个是 最关键 你一定要把它搞懂 那我们下一堂课 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一个球的 那球的话 相同的观念 但是它的结果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OK 那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好 好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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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